天气变冷了 早晚温差变大 也让近来诊所里面耳鸣的患者增加了两到三成 医生就表示 受到气温的影响导致的耳鸣 保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活络耳部细微的血液循环 除了饮食上可以多摄取银杏类的萃取物 或是深色的绿色蔬菜 提高自体抗氧化的机能 帮助保护内耳的神经跟血液循环之外 头颈部预寒保暖也不可轻忽 我们先看一下您的左耳 令吉吉的天气报道 诊所里出现耳鸣状况的患者越来越多 其中年长的长辈们占比较高 出现的比例会比春夏秋大概至少高两到三成 这个是蛮明显的比例 那它出现的最多的原因一般是神经本身的 可能比如说因为老化或是其他原因的受损 或者是说它有循环的问题 比如说内耳的淋巴回流不正常不平衡 都可能会造成耳鸣 医师解释天气温度较低时血管会收缩 耳朵周边的血液循环变差就容易出现耳鸣 另外冬季时也容易耗发鼻子过敏 鼻黏膜肿胀导致耳烟管阻塞 又或者内耳受到病毒感染 也都是容易造成耳鸣的原因 除了避免过大的噪音干扰 还有生活作息正常及规律运动 都可以有效改善耳鸣 饮食上也能多加留意 耳鸣在治疗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把循环改善 那循环改善有很多的方式 包含说促进循环的药或是像维生素B12 维生素B群之类 但其中最重要就是银杏类的这个萃取物 这个是我们耳鼻欧科医师用来这个减少耳鸣症状 以及避免它反复发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像抗氧化减少自由基这一类 包含说有色蔬菜啊 深色蔬菜这些都会很有帮助 医师也提醒做好保暖工作 也有助于提升耳朵的血液循环 相远离耳鸣症状 头颈部的预寒更不可忽视 记者中好报道